消费者协会呼吁政府检讨消费者公平交易法定 以更好地保护网购消费者 消费会长杨一才在协会颁奖晚宴上透露 消费从2021年到2023年收到的电子商务投诉激增近七成 华工部长严金勇出席了晚宴 并为倡导公平行业行为和促进消费者利益的企业颁奖